有一天老师告诉我 也是讲到死无所谓 那呢老师说 将经教许 必须通达事处事件一切法 这事件法不说别的 单单指我们中国一套从书 四苦全说你能不能通达 任何一个人都做不到 出事件法三藏十二步进 通达出事法将经其理 通达事件法将经其计 如果一样不同 你就有困难 你说我通出事件法 不同事件法 你弃离不弃疾 通事件法 不同三藏十二步 弃疾不弃离 这都不行 就难了 老师送四个字给我 这是老师已经准备他写好了的 一张普通的信尺 心情 给我了 写了四个字 智诚感同 这就是他传给我的 那我们凭什么来讲呢 凭我们那点 至尘心 真尘到极处 我们求跟佛菩萨感应 就从通讲起 通事出事件 一切法了 我们靠学做不到 要靠感应 这个有道理 我这些三藏的时候 真的就是 接受老师这个教训 用真尘心 别人对我不成 我对人成 真尘到极处 就有感应 有感应还不行 那个尘上 他会加一个字 智 真尘到极处 你就能感动 所以自己要续心 不敢为人死 我们哪有这种德行学问 做人死 决定不敢这样 有这个念头 有这个念头是错误的 这就功告过满了 所以我一生 心态是做学生 做佛的一个好学生 一切众生 都是我的老师 为什么呢 每一个众生 他都有他的长处 他那个长处 我都学不到 这都是实实在在的话了 求感应 感应 真有效 别人提问题 我也没准备 提的问题 居然能打出来 而讲的对方 听了还很欢喜 说完了之后 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我怎么会说出这些话来 近代这些几个老和尚 也第一天发誓 讲原教经 他自己编的一个讲义 但是在讲经 讲台上的时候 他发挥的那些道理 讲一点的威胁 江卫农居士 是他的老听众 他把老和尚讲的 用笔记记下来 记完了之后 送给老和尚看 请老和尚鉴定 老和尚把他叫来 问他 你写的是我讲的吗 他说是啊 我怎么会讲的这么好啊 感应 感应不是自己的智慧 的能 不是 是在讲台上的三包价值 是这么会自己 这个方式 李老师传给我 他也是用这个 地前发誓也是用这样的 那我们就知道 许许多多讲经的大德 不依靠三包加持 就太难了 同时出世间一切发 那得要见性才行啊 不见性走到啊 像慧能大师那样子 大扯大悟 民心见性 行 那在教下大开 圆解 就真正开悟了 民心见性 能做到 不是这个程度 做不到啊 那做不到 今天没人讲了 怎么办 没有人讲了 逼着我们上台 难以重塑 真的是如此 我们被逼出来的 没有能力 没有资格 也出来了 就靠三包加持 三包能够加持的对象 就是一片正正 这就是三包加持的对象 有一点点假的 就没有了 你就靠不住了 一点假的都有 真成到这样子 就能感动 支撑感动 谢谢大家 我们的真相机 让我们来arios 我们的真相机 甚至也去